杨家有女出掌成,白衣义武动惊成 在祭奠牺牲战士的丧典上 唐明皇对领舞女子杨玉环一见倾心 奈何舞会妃嫉妒作祟 唯恐杨玉环美貌危及己身 便谎称她是儿子寿王妃的人选 常言道朋友之妻不可期 更谎论亲子之妻 唐明皇只得强压满腔爱意 如何能忍看玉环夫妻俩情色相合美满非常 不过事实无常 太子与寿王是同水火 竟女次下手谋害寿王 且于一次促居比赛中显然得手 其后为了护爱子平安 舞会妃设计太子带兵进宫 制造出谋反假象 这方 唐明皇以为太子谋反 勃然次已将行 不过害人中害己 唐明皇还是知晓了谋害真相 乃铁血无私之人 持剑直赴武会妃请宫 武会妃自知难逃一死 早已复读自尽 目睹此番事端 玉环知晓了宫廷的刀光建议 亦明白了 帝王情思难料 一招神情 一招无情 而后 或许是天宫有意作弄 唐明皇意外在促居场上 得知当年真相 玉环并非受王妃预定人选 乃是武会妃为了争宠 胡乱匡骗于她 惊讶与愤恨交渣 唐明皇怒而加入 正在进行的促居比赛当中 不料玉环的马突然被球打中 风跑了起来 射王焦急取过缰绳 企图套住马匹 但终究是比唐明皇稍慢一步 他已飞身揽住玉环 两人双双跌于马下 谢谢父皇 射王与玉环出声道谢 以为是异国之军的英勇 殊不知 这只是一位深情男子的 户爱本能罢了 但深情难抵现实 玉环终究是兽王的妻 她的儿媳 这关系太乱 唐明皇真不知该如何自处 奈何乌漏偏逢连夜雨 此时 玉环却被诊出怀有身孕 且兽王还持剑上殿 他想以美人换江山 唐明皇气得连让兽王滚出大殿 高丽氏还告知兽王 武会妃陷害太子一事 兽王知道 若要自保只能牺牲玉环 于是亲手给玉环 为了堕胎糖药 玉环也在丧子之痛中明白了 与兽王当初的海誓山盟 终是付诸东流了 他再也不想留在宫中 索性选择了到道馆出家 可是这天下都是唐明皇的天下 他想得到的就不会轻易松手 得知玉环拒绝了与他的会面 唐明皇策马飞驰 一路赶去道馆 但是玉环心中仍怀有怨恨 冷言冷语相对 无奈之下 唐明皇只好放下 他替玉环修不好的经典发簪 默默转身离开 回到宫中 唐明皇对玉环的思念与一字俱增 这一切都被梅妃看在了眼里 于是他自发前往道馆 规劝玉环回宫 临走之前 梅妃给玉环留下 唐明皇为他而做的离商与衣曲 夜深人静 斩卷细度 玉环回忆起过去种种 他是尘根未断之人 其会无情 唐明皇又一次来看望玉环 这一次 他没有再纵容玉环 而是强行下旨 将玉环带回宫中 封为贵妃 大唐皇帝 要用自己的生命 来赌一场爱情 再次入宫后的玉环 尽得唐明皇的尊重与宠爱 他的骄纵 他的小性子 都得到了皇帝的包容 但是 在一场唐明皇与使臣的博弈中 玉环却因为破坏了唐明皇设好的棋局 惹得唐明皇大怒 玉环满心委屈 用红断封电 饮酒消愁 见唐明皇追来 他纵身上马 向远处驰骋 唐明皇连忙追上 两人彼此间的言语互不相让 但是也明白了对方的醋意与爱意 而后两人以天为备地位床 借着驰骋的冲劲捅破了最后一层纱窗纸 事后 玉环也明白了唐明皇那场棋局的用意 正是在于以书旗来归还无用的城池 而且 玉环一直介怀的梅妃娘娘 已经去了洛阳居住 此时 万千宠爱都给予玉环一身 他好似不是唐明皇 只是他的爱侣三郎 一日 玉环的饮食中被发现有四字帝 唐明皇震怒 下令将所有王子康管起来 却不料这是玉环的自保之计 宠妃的孩子被千万人的目光盯着 他不想让孩子的一生 活得胆战心惊的 愿此生能与他的三郎厮守相爱 便是最大的心愿了 看来 玉环在宫中的日子 并不是表现出的那么无忧无虑 但是 在时代的动荡中 步步为营哪能够全性命 这时 安鲁山起兵叛乱 大唐盛世宛如瓷器即将一击击碎 守王自荐出征 但因敌不过叛军的强大势力 惨死马下 洛阳失陷 美非缠杀投井 一件件恶后传来 唐明皇心里焦脆 但是 他还得遵守他的最爱杨玉环 奈何祸不担心 朝廷上对杨玉环的责愿之声接连响起 使兵们认为 妖妃募国 不杀不能稳定军心 贵妃不死 六军不发 玉环自知难逃一劫 可也忍不住发问 这么多年 哪一个是玉环开口举荐的 又有哪个好官是玉环谈言诛杀的 历史上 因帝王宠爱而弄权干政的女子比比皆是 而我杨玉环 跟他们哪一点相同呢 玉环一番真情打动了六军将士 但鸣枪一躲 案件难防 玉环终究是躲不过 始终将他视作祸水的太子 尤其是太子一方的人还领兵将唐明环一行人逼回了马维破 扬言 若杨玉环不死 太子即刻发动兵变 大雪纷飞 人心涣散 此时的大唐 尤其是杨玉环一人所致 但只有他遭潜伏所致 结束难逃 宿命如此 玉环服下毒酒 和唐明环共赴最后一场情爱 造化弄人的是杨玉环的死 晚不回唐明环的威望 也晚不回大唐的气数 影片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唐明环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 历来传为千古绝唱 今日的我们难以完完全全看清真相 在王朝的女人杨贵妃 化作异曲可歌可泣的爱情曲 被杨玉环的红烟枣势落泪 为唐明环的晚年寂寞神伤 小情小爱无关风雅 不问政治但伤风远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留言关注哟 咱们下期再见